此外南黎有一條利塔尼河也是該地區的和端 因為它是南部重要的水源各方勢力都想控制它 不過最令黎巴連人憂心忡忡的 就是早年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曾經宣稱 以色列的真正邊界遠自利塔尼河 因此不少專家已經指出 以吧如果要談和約 同時也必須處理以色列體南尼和國南高地的佔領問題 這樣才令中東和平非常勒手 當大家等待伊朗向以色列報復哈馬斯領袖哈尼亞之死時 最近黎巴連真主黨和以色列的衝突就不斷升級 兩國炮火你來我和 而且其規模前所未見 令國際社會非常擔憂 這樣會否引起地區性全面戰爭 此刻我們仿然明白 原來哈尼亞之死的報復戰已經由黎巴連開始 這樣伊朗何時出手 又或者會和以往一樣由它的代理人出手呢 一般評論總認為真主黨是伊朗的代理人 由後者向前者提供武器 並代為出征 即是伊朗出口 真主黨出手 但是實情就真的這樣嗎 真主黨受伊朗軍援沒錯 但真主黨也不是每次授命而為 在很多時候它的出擊背後也有其原因和計算 也不一定是與伊朗有關 要知道黎巴連與以色列之間 有著它們苟然不清的身受救恨 曾幾何時 貧林地中海的黎巴連 是一個繁榮浪漫的國家 有中東瑞士之稱 但是 自以色列立國後 這個阿拉伯共和國就被深深捲入了 以巴衝突之中 早年由阿拉伯特領導的巴達斯坦解放組織 更加在尼巴連塑造了它的國中之國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爆發了第五次中東大戰 又稱為黎巴連戰爭 之後以色列佔領南黎巴連 上屬戰爭深深刻藏在每一個黎巴連人的記憶中 趕穿了其實也是一場 以巴衝突外翼的代理戰爭 雖然以色列佔領南黎 十五年之後 於九十年代中撤出 但黎巴連人認為並不徹底 至今在南黎仍然有領土的紛爭 事實上 南黎注定是一塊是非之地 當面與敘利亞各蘭高地接約 其餘邊界就與以色列相連 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內海 正好是與南黎搖搖相亡 1982年 以色列入侵南黎時 除了要剷除當地的班戟組織之外 就是以保衛加利利海爾北地區安全為由 發動了加利利和平行動 戰爭即和平 和平即戰爭 聽起來真是吊詭和諷刺 此外 南黎有一條利塔尼河 也是該地區的和端 因為它是南部重要的水源 各方勢力都想控制它 不過最令黎巴連人憂心忡忡的 就是早年猶太福國主義領導人 曾經宣稱以色列的真正邊界遠至利塔尼河 因此不少專家已經指出 以巴如果要談和約 同時也必須處理以色列在南黎和過南高地的佔領問題 這樣才令中東和平非常勒手 換言之 尼爾兩國之間的衝突已經有48年這麼久 而1982年的戰爭 同時孕育了真主黨的出現 或者可以這麼說 真主黨在內戰中盟牙 然後在以色列佔領黎巴嫩期間壯大 並在窮人的支持下轉身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他們自視為抵抗以色列的穆斯林外國武裝組織 後來發展成為有議會代表的合法政黨 不過 美國和以色列就標籤真主黨為恐怖組織 必須除之而後快 如是者 以色列和真主黨未有因第五次中東戰爭結束而終止衝突 跟著過去的這麼多年間 真主黨還有很多場和以色列有關的大大小小的戰爭 例如是2006年發生第二次黎巴嫩戰爭 是真主黨和以色列國防軍之間發生的軍事衝突 當時以色列甚至不惜一切攻擊貝魯特民用機場為人所扣病 不要忘記 黎巴嫩不是一個以伊斯蘭為主的阿拉伯國家 它的人口有一半維各派系的基督徒 和穆斯林以及真主黨一直互相抗衡 結果是黎巴嫩這個複雜的小國 遭連場戰爭拖累 加上派系政治內鬥 還有受敘利亞難民問題的衝擊 到2020年就發生了貝魯特港口倉庫大爆炸 徹底將黎巴嫩拖淋 由中東瑞士變為失敗的國家 雖然如此 今次真主黨向以色列發動的復仇之戰 軍力明顯比之前有所增強 而覆蓋的範圍 已經不僅僅在邊境地區上 但現在面臨的戰爭風險恐怕比2006年更大 因黎巴嫩已接近破產邊緣 社會不穩 而以色列亦不斷攻擊黎國的基礎設施 令民生進一步受影響 其實以色列的經濟又何尚不受春擊呢 真主黨曾經承諾 如果以色列停止加沙戰士 就會跟著停止向以色列的報復行動 但是以下金輪的和談不見樂觀 令不確定的中東局勢 繼續牽涉全球的神經